吃貨 有啊 玩家 在這 達人 這是我 我是吳怡霈 邀請你一起探索迷人的小日子 青春有主見 他們最亮眼 POP有夠勁 吃喝玩樂最有勁 3月27號星期天的早上10點鐘 歡迎再度回到第二小時的POP有夠勁 好 今天如果大家沒有 時間上沒有什麼安排 通常禮拜天的晚上 大家是不太會安排什麼節目嘛 因為明天就是要面對上班上課 那其實禮拜天的晚上 我常常會問我朋友說 那你週日晚上都在做些什麼 他說就追劇啊 他說你知道現在台灣有很多劇可以追嘛 然後這個就是禮拜天晚上也很適合 好不好 就是安靜的空間稍微追個劇 然後就去睡覺 好 各位 今天晚上3月27號起 每個禮拜天的晚上9點鐘 你有一個新的劇可以追了 我常常在講說 之前在 比如說在排舞台劇的過程當中 或是自己在演戲的過程當中 我印象當中 我聽到一個導演在跟我講一件事情 我覺得想起來蠻有意思 有時候我們在舞台上演這個喜劇嘛 你看到別人的困境 然後看到他就是無法解決困境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好笑 可是你想想我們的人生是不是也是這樣 我們近看的時候是悲劇 但是這件事過了很久之後 你再回頭來看 有時候就會覺得 也是真色蠻好笑的對不對 人生近看是悲劇 遠看是喜劇 那黑色喜劇這件事情是怎麼回事呢 就是明明就是發生了一些 感覺好像沒有很好的事情 可是有時候不知不覺 你就是會好像覺得蠻好笑 會笑出來 或是說你會達到一種 你覺得人生就是這樣了 就是好像也只能苦笑了 好 今天晚上在Catchplay的影音平台 還有HBO頻道 HBO GO頻道同步要上架首播的 就是最近呢 宣傳大家一定有看到 就是黑色喜劇良辰即時 為什麼我說這個宣傳 大家多多少少都會看到 因為他的卡斯 唱出來是嚇死大家好不好 真的很堅強 包括了張艾佳 張姐 然後李康生 楊佑寧 謝欣穎 薛士林 欸 這卡斯這導演真的是蠻幸福的欸 就是可以這樣一把好牌 隨便你打這樣子 好 今天我們很開心 在節目現場就訪問到的 良辰即時的導演 黃希導演 黃導演你好 欸 主持人好 你好 好 來 導演 當然呢 我覺得這題一定會被大家問到煩了 因為畢竟今天晚上就要播了 這個叫做黑色喜劇 你知道黑色喜劇可能在歐美非常流行 可是你說台灣的影集有黑色喜劇 現在講起來其實不多耶 所以良辰即時被定義為黑色喜劇 到底是怎麼樣去定義他的 我們其實最早寫的時候 我只是把喜劇放在心裡面 對 因為不太 因為喜劇很難拍 所以我都把這個東西放在心裡面 所以其實演員拿到的本子是非常嚴肅的 就是他的文本是 就是一般看起來就是暗黑 驚悚 然後一點都不好笑 然後我們工作人員就是 把喜劇這個都一直放在心裡 因為我們也嘗試想要做 但是不知道怎麼去做它 對 因為你不知道那個效果會怎麼樣 是 對 那所以我們那時候拍的時候就 就是一路都沒說沒說 可是很奇怪 因為我們是順著極數拍的 是 基本上是順著極數拍的第一集 所以第一集我們就有李康生 嗯 小康哥 對 然後 欸小康哥一直都是出現在大螢幕裡面耶 是 我幾乎沒有看過他有出現在 在電視螢幕裡面 他都是然後在電影咖嘛 電影圈的人 嗯 所以他就是好久沒有看到他在電視螢幕裡面出現 可是我不知道 我覺得第一集說小康哥怎麼樣 小康哥就幫我們把這個影集的喜劇tone就整個定下來 沒錯 完全定下來 我不知道 我覺得他的tempo很奇妙 就是有一種 不是在跟大家在同一個tempo 可是他出現的講話包括第一集 好 今天大家可以去欣賞一下 就是明明是一件這麼嚴肅的商禮 可是他出現在商禮就會有一種莫名的好笑感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演一位師傅 我就覺得他等一下要語出精能 講出一些什麼奇怪的話 對 其實他的表演真的很特別 我覺得大家真的要去看一下 不一樣的小康哥 對 然後因為我們都是在實景拍 也就是說我們第一集所有的整個靈堂 就是在殯儀館 所以我們走出來外面 其實就是 欸我可以講那個地方嗎 就比如說我們在基隆殯儀館 欸我跟你說 我一看就知道那在基隆殯儀館 對 因為 你是看到那個火化場 因為我是基隆殯儀館 所以那個基隆殯儀館對於 如果你知道譬如說你有親人過世或幹嘛 你去過一次你就會知道 所以我那時候在看的時候 我一直在想說 不給我來個郎景 我一直覺得那個好像基隆殯儀館 是真的在基隆殯儀館 真的在基隆殯儀館 有一個生命的地方 那我們也沒有想到說在那樣子的環境氛圍 然後就順著本子這樣拍的時候 經常會出現這樣子的化學作用 因為我們是在旁邊它一個比較算是沒有在使用的一個空間 並不是真的有在使用人家在使用的靈堂的位置 因為我們也是不想打擾到那邊正常的一個運作 了解 然後我們自己搭了一個 然後其實還是 我覺得還是很多工作人員會有心理壓力 因為我們很多是夜系 我覺得應該沒有人在晚上待過那個地方 我自己也沒有 我認真說基隆殯儀館的那個地方 就是還有以前是土葬的時候 所以那邊會有很多墓碑什麼的 它的地貌非常特別 它跟台北是不一樣的 沒錯 所以其實在那裡是的確會蠻驚悚 就是蠻有心理壓力的 會一度以為是在拍鬼片之類 對 就是我們其實 我知道很多工作人員其實 有一些體質上比較敏感的 或是心理上大家就是那個難免啦 我懂我懂我懂 所以我們到裡面的時候其實 我們也是有請一些 我們都叫他護足法師 什麼叫護足法師 就是保護我們這個組的法師 喔 護足法師 護足法師 然後就是照顧一下大家的精神狀態 對 對 因為我覺得還是需要一個某種 就是當然有些人有其他信仰啦 對 那不同信仰 我們就盡量做吧 這也是安全的一種 一種防範嘛 了解 然後就是在這種很詭 很詭訣的氛圍底下 我們在拍這一集 這一集的故事 是 對 那拍著拍著 我們就發現 小康哥跟吳大維 David哥 對 然後他們兩個就很妙 因為他們兩個對戲的時候就 就康哥有他自己的那種特殊的節奏 對 然後吳大維的節奏 David哥也是非常 就是他的快的節奏 然後一快一慢 就我不知道 我就覺得第一集明明就在靈堂 那我竟然笑了 對 我們自己也是覺得很荒謬 因為 其實我們一開始也是 戰戰兢兢的在處理這些戲 然後想說 其實我們就是跟演員溝通 也就是說 我們也就是說 真的就是這故事就是因為 三兄妹嘛 爸爸過世了 那等於守齡的夜晚 那一晚上發生的事情 然後變成說 譬如說彩詩 周彩詩 彩詩就是在 他是家裡面的小妹 嗯 然後他就是在一個超級嚴肅 對 然後悲傷的情緒裡面 對 然後那當然這邊有康哥跟David哥 對 然後兩個就已經開始有一些 就開始有一些 你說幽默也好 或是說有一些就是不是悲傷 而不是你一般的可能會聯想跟死亡啊 或是說跟殯儀館你會聯想到的一些情緒 其實都在裡面 嗯 然後加上顏玉玲 嗯 玉玲也是很絕的一個咖 嗯 因為 他在裡面演一個很 欸我其實很喜歡他在裡面這個角色 就會在 你會對照出你們家族裡面怎麼會有一兩個 就是喔 可能私下有跟誰可能拿個錢 或是經濟狀況有什麼問題 然後 然後在檯面上也有時候說我沒有 然後又有點不太負責任 然後大家都會覺得說你對這個家庭沒貢獻 有事的時候你也沒有回來幫忙 就是會有這樣的人 所以我對這個角色蠻有共感的 對 因為我覺得玉玲的角色很可愛 對 因為我覺得他 他把它處理得很好 嗯 因為我覺得他必須 因為那種人就是你很熟悉 每個家族裡面一定都有這麼一號人物 我跟你講一定都會有這麼一號人物 就是trouble make 對 但是他又 他又不是不善良 他也不是不想要做好 可是 就他裡面有很多即興的台詞 這次我們有非常多 喔是嗎 有很多即興台詞 這次有非常非常多即興台詞 因為我其實我 我這次文本寫的對白非常非常多 然後他們又在 我原有的台詞上再繼續再加 所以我 記得我在處理第一集的時候 我們在剪完片定剪 開始要上字幕的時候 我們真的都快要昏倒了 因為那個那個字是不停的 嗯 就是你你你如果仔細去看第一集的話 他那個字是 我跟你講他們在吵架的那個橋段 還有大家在爭執的那個橋段 我覺得太自然了 對 你就是會很像是看到 你在跟你家人在吵架 會有的字眼 跟會有的用詞 會有的情緒 然後大家也沒有要等演員台詞講完 就會一直 D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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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族吵架不就是這樣 因為太熟悉了 因為吵架 我不會等你講完我再吵 對 而且是不是我太知道說 一定會強化 我要用什麼話就可以重傷你 讓你一句話聽到就覺得很不爽 我們太會就是激怒家人 我們都是 每一個人都是激怒家人的高手 真的 我們都在外面工作的時候 非常忍讓對不對 擺出我們最完美的音樂 回到家裡 是 我懂 對待父母 兄弟姊妹 完全沒有忍耐 沒有一點點忍耐的耐心 都沒有 完全沒有 了解 好 其實在今天晚上要播的這個 良辰吉時 剛剛導演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已經有幫大家 鋪了一些故事的內容 不過呢 聽說在這個影集裡面 有趣的是 你每一個影集 你都可以當成獨立的故事看 你也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 串聯的故事看 最令人覺得說 好想把它看完 是因為我先首先搶先看的前兩集 導演剛剛一坐進來就說 其實你可以把它整個串起來 你在看過第二遍的時候 你會有不一樣的感覺 這麼神奇 我們廣告之後再來好好訪問導演 今天雨天每一天都想你 Hug Radio是我氧氣 就一起在一起 青春有主見 他們最亮眼 POP有夠勁 吃喝玩樂最有勁 7月27號星期天的早上10點鐘 歡迎再度回到POP有夠勁 我是怡沛 在今天晚上的9點鐘 黑色喜劇良辰即時 要同步在Catch Play Plus 影音平台HBO頻道HBO GO頻道 要同步上架首播 那這一個影集其實 卡斯非常的強大 然後其實 我自己在看了前兩集 每一集出現的人物都不太一樣 但最奇妙的是 竟然有演員在每一集 演的是不一樣的角色 來導演 我們先來把這個故事的架構 跟內容 還有你到底怎麼去發想這個故事 你知道 因為我屬猴 所以我其實很喜歡猴子 我從來沒有覺得猴子是 會讓人家看到 會覺得心裡有點毛毛的 跟驚悚 然後有一點害怕 你到底要把這個猴子 弄成怎麼樣 因為在這個影集裡面的 opening就會出現一個傀儡猴 怎麼回事 對 我們那時候 其實我們想要拍真的猴子 很棒啊 那就拍真的猴子 因為猴子是保育人 你知道牠保育動物 我們那時候有去詢問 因為其實文本的時候 寫的這隻猴子 是活生生的一隻猴子 然後那時候 整個劇組都快崩潰了 因為想說 如果真的來一隻猴子 這個現場應該會 會很慘烈 結果後來你們就變成動物系 沒有後來我們就 對 然後後來我們就發現 猴子可行性不是很高 對 那我們就很快速的 就一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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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 那有什麼東西可以替代牠的 那時候我想過什麼皮影戲啊 然後後來就想到傀儡 然後因為懸尸傀儡那時候 看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去宜蘭的那個 無毒友友去團 然後很有趣 其實我之前沒有接觸過這一塊 然后因为这一次也很有幸 可以去看到 整个就是 他那叫傀儡戏嘛 不好意思 不是很熟悉 然后 你看到那些傀儡的时候很妙 他摆在那边的时候是一个样子 当超偶师一拿起他的时候 他就很像灵魂附体 所以我就是那一刻看到他 我觉得说啊就是他了 因为当初我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为什么用猴子开始 其实是因为 其实我们一开始是写吴月女这个人 这个女人的故事 吴月女就是张爱家张杰演的这个角色 对 没错 就是他其实就是一个命运多传 然后前面是做公娼 年轻的时候做公娼 然后遇到了小康哥饰演的李医师 然后才进入了殡葬行业 后来去跳迁王魂 然后这样就是这样这个女人 就这样度过了她一生 当里面还有一些琐碎故事 那个在第七集就可以看到 了解了解 对 所以变成说 其实是从吴月女这个人而来的 那只是说我有一天 因为我一开始在写吴月女这个人 然后就写一个长片 然后写写写写写 然后并没有得到任何人的青睐 然后就有一天在刷牙很郁闷 我给你讲 英雄总是寂寞的 能够懂你的 或看到你的故事 的人就是能够被那条线 就是牵上去的人 你们不是活在平行时空 你真的要珍惜 好 是 感谢 我会谨记这些话 是 支持我走下去 然后我在刷牙 我现在刷牙 然后就很 就心情不是很好吗 然后刷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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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开始自己在那边 闷那个 我们小时候常常讲的那个 星期一猴子穿新衣 星期二猴子肚子饿 星期三猴子去爬山 然后我想说 但是我闷到星期十 猴子死翘翘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自己在家里面 那天又特别安静 然后我就觉得好毛哦 你知道就是 我想说为什么小时候 你知道小时候在讲这个话的时候 你从来不会去想说 都会哈哈哈哈跑掉 你有什么逻辑 觉得说他死翘翘很恐怖这件事 可是那天我就越刷就越毛 然后就想说 为什么死翘翘 我想说小孩 小孩好暗黑哦 就怎么为什么 会对这种东西这么的坦然 然后这么的愉悦 然后所以我就从那边开始 我想说 我就想到我的五月女 然后因为五月女那时候 人设的时候 她身上带了一只猴子 她的宠物是要 插有一只宠物猴子 所以猴子从这边过来 然后我就后来想说 那如果是写个九集呢 因为第十就死翘翘了 所以我就开始写一个 一集一集单纯小故事 然后后来我就 最后这个影集 我们做了六集 然后加上第七集是 回到五月女身上 告诉你说 这整个宇宙到底是什么 就这整个故事的 真正的世界是什么 这样子 然后所以猴子 其实从这边来的 所以一开始我们这部戏 之前不叫凉成吉时 叫什么 叫卓猴 抓狗吗 对狗 对狗吗 对 你也可以叫它着猴 因为着火嘛 着凉嘛 着猴 对 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 叫着猴 因为人有的时候 就常常就 因为这故事其实 每一个 每一集它单独的小故事里面 它都有翻 它都有一个翻转 对 就是你看看看 这个故事这样走 就反转一个给你看 我跟你说 我好想知道 我不能不能爆雷 大家今天晚上 我好想知道 第一集的最后 就是李康生这角色 那是怎么回事 就是我好想知道答案是什么 你不要在这集 你不要讲出来哦 不要爆雷了 你拜托不要讲出来 我后面 我其实想要问导演说 我后面会得到答案吗 你后面一定会得到一些答案 可是能不能满足你 我不太确定 好 各位 你们今天晚上是 自己去看一下第一集 因为 你会觉得李康生在第一集里面 当然他是一个礼仪师也好 或是他是一个道士 一个师傅也好 就你会觉得 他应该就是在帮 往生者的家庭 在处理一些事情 可是 第一集的最后 他 他讲的那些台词 然后做的那些动作 我就一直在想说 这是什么意思 我就一直很想知道 所以这个 我都不能爆雷 对 不能爆 不能爆 但是我只是想要知道说 你埋了一个伏笔 但是在后面会有解答 对 应该说他当集有一点解答 然后到第七集的时候 你比较搞得清楚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因为我觉得整个 梁辰吉时还是在讲人 还是在讲人 人生 那为什么会变成 从丢高 然后变成梁辰吉时 这个落差很大耶 这个可以直说嘛 当然可以直说 因为基本上 每个作品一定都会经过 要当拍完之后 等一pass到 到行销宣发团队的时候 他会重新用一个 更客观的角度 来看待整个作品 那他们就看到了那个点 就是说觉得说 在整个影集里面 一直在讲的一个 一个好像都是那个moment 就是那一刻 让事情反转 让剧情反转 让你人生的遭遇反转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那个moment 所以尤其我们华人啦 特别喜欢选一些 要找一个好的时间 就the right timing 就说我要在对的时间 做一个对的事情 那我就会成就某些东西 所以一直在找这个 所谓的所谓的吉时吧 对啊 所以变成说 我们就觉得 其实也蛮讽刺的 就是说 因为我们里面 都是发生不好的事情 都是不好耶 都是比较不好的事情居多 我们在今天晚上 是会看到一二集 还是会看到第一集 一二 一二集 第二集也是 也是事情真的不太好耶 就是你 如果你人生当中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你会真心开评不起来 对 但是各位 今天晚上你可以去看 仔细看一下哦 我是因为去了Catchplay 然后看了这个作品 我今天要访问 结果那个Catchplay的长官 就跟我说 你有发现的那个谁谁谁 在第二集出现的那个 那个最主要的那个角色 他有在第一集里面 其实有出现吗 我说没有啊 然后他说导演 这买很多伏笔在里面 所以其实如果你是 譬如说像很侦探个性的 或是你想要抽丝剥茧的 像这样子的观众 你很喜欢 发现导演在里面的一些趣味的巧思 也不说趣味巧思 譬如说像是迪士尼的电影好了 其实他在很多电影里面 都有把以前的什么角色 或是什么logo 其实会偷偷藏在里面 然后你就是把某一些演员的角色 偷偷藏在不同集里面 是眼尖的观众 你可能可以去抽丝剥茧 这可以讲吗 可以讲可以讲 我们其实也 我们这几天自己在聊 就是说 因为我们彼此 我们自己内部工作人员 也是会玩大家来找茶 就是会发现说 里面其实有很多小东西 你其实可以去发现的 对那有一些东西是我们真的 就是事前安排的 但有一些就 其实是意外 其实这每一集故事 也是都是意外 并没有里面其实并没有绝对的坏 或是绝对的坏事 只是一个意外之事就是发生 那我们是用什么角度去看待这些意外 那我们这次选择的就是比较 一笑置之吧 就是因为你事情还是得过去 没有哦 第一集就有一些事情过不了啊 超级过不了啊 你把大体弄不见 或是大体会 哦对 我们比较没有顾虑那个 你们怎么 另外那位李仪师 对啊 的心情 那些事我们就把它丢到另外一边 我们故事讲这一边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我还心想说 天哪 这事情太严重了吧 段君豪饰演的那个 对啊对啊 段君豪 你知道段君豪在抽那根烟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他 他这快崩溃 他这快崩溃 悲惨耶 他头上有好多乌鱼 他完蛋 怎么可以 那个在现实世界里他真的完蛋 真的完蛋了 你把家属的 你把大体弄移私 对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新魂上真的有看到这种事情 有所以我才觉得很荒谬 对我们都觉得很荒谬 因为我记得演员那时候 彩世也好 玉琳也好 就来问说 导演太夸张了吧 怎么可能会 没有认出自己的爸爸 怎么会没有看到自己的爸 怎么会 怎么会自己爸爸搞错了 搞丢了都不知道 对 对可是我就说你看这新闻 我就会看这新闻觉得很夸张 可是我再怎么反过来 富过去看 因为资讯有限 对 然后它就是发生了 所以我就觉得 其实有蛮多集都 都有一些社会新闻的一些 的一些 对就是你看到了这个 你当然当下会觉得很荒谬 可是你自己仔细去回想 我们以前在看社会新闻的时候 还真的有看过这样的新闻 对你会不会常常人生发生一些事情 就觉得说 哇这事怎么那么扯 太扯了 可是它的确发生 真的 我说第一集 我看了之后我心想说怎么回事 然后呢 逃跑的那一位 也不算逃跑 不好意思 不要讲太多 各位 你们 我很怕跟团员聊一聊 整集的内容都讲完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就是你们自己去晚上看一下 第一集就是 大家去弄 搞清楚 这大体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把大体遗失这件事情 多荒谬 就会出现在 量身及时第一集里面 好我们待会 下一个阶段 我们来聊一聊 第二集 我觉得也是蛮扯的 而且再来就是 我觉得薛世玲啊 我在他身上看到 他没有极限 以及他实在是 太优秀的演员 而且他早就应该去演戏 怎么之前当歌手 是不是太浪败的人生时光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青天雨天每天都像你 POP Radio是我氧气 就一起在一起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3月27号星期天的早上10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 POP有够近 我是一佩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是 黑色喜剧 良辰及时的导演 黄西导演 好导演 因为我们Catchplay Plus 在今天晚上会一连播两集嘛 那良辰及时 当然每一集都可以当成 独立的故事去看 然后第二集 出现的卡斯 就是现在大家 每一位演员 你都可以念出名字 就是现在当红的演员 其中士林在去年 也才拿了一个金钟奖的影帝 是吧 对 他是不是拿了两个 拿了两个 对他拿了两个 他拿了两个 然后我这次看到他 在良辰及时的第二集 是以他为中心去衍生出来的一个故事 对 哇 他的表演让我鸡皮疙瘩 他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他演的是一个很讨人厌的角色 就是他不是一个坏人 可是有坏事发生 你一定会觉得是他干的 你的兄弟也好 你的朋友也好 一定会有这种人 也一定有这种人 对 因为我觉得 当初我们要 选角就是要找这一个角色 人物的演员 你怎么会找到他 就是我觉得 我好难把他跟 剧中的这个角色 作为一个连接点 因为我可能之前 看他的生生世世 他就是演一个很 很 很刁地 然后就是 很 很乖巧的一个人 然后你说他在茶净里面 一开始也是这样子 然后后来当然 当然他有不一样的表现 可是我怎么不觉得士林 好 比如说以前做工的人好了 就有各种不同的士林 他可以演 社会很低价阶层的人 可是他这一次 又是另外一个 全新的挑战 演一个 也不算顽固子弟 就是 不学无术 对 曾经顽固 曾经顽固 因为爸爸 在那故事里 爸爸毕竟还是 风光过 对 发达过 对 然后 找他 我觉得是 真的是缘分 因为我们那时候 先跟彩师在聊 是 在聊 然后 他跟彩师一起嘛 所以就正好看到他 然后因为他 就像你讲 他都是演那种 很老实 对 他好适合演老实人 对 但是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觉得他可以 然后我就跟他聊了一下 我们喝了咖啡 然后聊一聊 然后 看他抗不抗拒这个角色 因为毕竟他不是一个 讨喜的人物 对 那我们之前也有聊过 很多其他的演员 大家都 想要尝试 但是我觉得都有一些 可能有一些想法 就觉得说 这个人 怎么这么讨厌 我怎么去演一个 这么讨人厌 然后又真的 不要让人家讨厌 可是我觉得 士林在第二集 做到很成功的一点是 我觉得他 他让我觉得 我不会去真心讨厌这个 真的 我反而会爱他 对 这就是 我觉得我会有点同情他 对 然后还有就是 我想要知道 他到底为什么 会变成这个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他完全就是 让你可以感受到 那个人物 可爱的地方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 一定都 会有讨厌的地方 跟让人喜欢的地方 那 那 不可能 很少啦 极少数 他真的是 非常一个人 非常非常不好 应该说 我觉得这角色 很难演的原因是 你当然可以就 文本上 你可以把他演成 一个讨厌的人 因为基本上 他是一个讨厌的人 对 可是 刺林在里面的表现 会让我觉得 哦 其实他在背后 有一些些的 转折 有一些些的 譬如说 他是不是真心 想要去伤害别人 或者是说 被发现了之后 他是用什么样的态度 去面对这些事情 你就会觉得 天哪 他没有那么讨厌 他想讨厌他 又没有办法 讨厌起来 这种 这种 因为我觉得 每一个人背后 都有故事 不可能有人 是绝对的坏人 就算是坏人 他一定有 为什么他要做 这件事的原因 所以我就觉得 这角色好难演 然后 他怎么可以演得出那种 你身边一定会有朋友 就是喝醉酒之后 就在那边一直跟你炉 然后大声讲话 又要推别人朋友 然后又趁机 想要吃别人豆腐 就是一定会有这种人 或者你说 他是借酒装疯也好 醉翁之翼 不再酒也好 你身边总是会有 这样子的朋友 然后他非常需要 人家的注意力 都在他身上 对 就是他是一个高度 必须要关注他的人 然后我就觉得 他在喝醉酒的那一段 太好了 就整场就是 看他一个人发挥 对 那场戏其实非常难 超难演的 因为那场非常长 就是观众可能看到的成片 其实是我们拍摄的大概 可能只有三分之二吧 所以他在现场演的时候 其实是 那是非常长非常长的一个take 就是他几乎要自己 在那边撑住那些 然后 所有的节奏 因为其他人没有台词哦 对 其他人台词非常少 其他人就只有凑脸而已 对就是看到他觉得 其实其他人也很难演 嗯 因为 那么长的时间 你不可能都一直脸凑在那边 对 对啊 所以其实那场 那场戏看似没什么 可是我自己 其实看的时候 我都 其实很紧 就压力很大 因为 会害怕说 啊糟糕 就是演员那 怎么办 就是他们要怎么去 让这整 整场 嗯 能够 不会 空掉 可是我很喜欢那场戏 或是乏味 没有乏味 对他太讨厌了 那场戏超好看 嗯 然后我还甚至怀疑 就是士林他到底有没有 真的喝酒 这是我自己很想知道 因为我身为一个演员 我去想说 如果今天我教这个角色 这么难表演 可是你 你如果没有真的喝酒 你真的 没有办法 我不知道他之前 有没有喝个一两口 其实有也不多啦 嗯 我记得是这样 可是那场戏好难演耶 就是整场 只有他一个人的台词 那好 你说其他人 当然是这整场都是 等于说 他是他的主戏 他的整场 他一下又要去弄 那个关公 一下又要弄他朋友 他一下子要后面叫嚣 一下子又要拉拉扯扯 然后一下子要坐下来 又要感觉好像有点醉 在那边装可爱 超多的耶 那场戏我觉得一点都不乏 那谢谢士林 感谢他 真的 那那场戏你们拍很久吗 我们拍了两个晚上吧 因为那其实是他 戏里面父亲的寿宴 嗯 生日的party 然后等于跟他的发小们 太无聊了 嗯 然后就想说 来玩个游戏吧 嗯 然后就 故事就开始 嗯 从那边真的开始 嗯 等于你透过 这是他跟发小们 晚上玩一个很无聊的游戏 嗯 很幼稚的游戏 嗯 然后 然后发现他们彼此之间的那些小 小恩小怨 嗯 其实里面也没有讲什么 太大了不起的 嗯 罪恶 嗯 对啊 反倒是 我们很常会跟人 跟人之间会有的一些 小怨队 没错 就是你可能跟这个人有一些小疙瘩 对 你可能真的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情 你也没有什么好拿到台面上来大奖特奖 但是就是可能 你在无意间被人家冲康 或者是人家不提你 或是什么 或是人家吃了你女友豆腐 你心里觉得有点不爽 可是你说你真的要拿出来跟他大吵 好像也不是那种可以拿到大吵地步 但是你跟你身边的朋友真的都是那么好吗 总之有时会有几个朋友 就是你提到他是可能 嗯 是可以同台啦 就是可以大家一起吃饭 但是你说你有没有很想坐他身边聊天 可能没有 那如果是这个人 他又喝醉酒在那边跟你炉的时候 你就是真的会很想 打死他 对 这种感觉 没错 好 那 其实很多观众都在好奇 还有就是良辰即使 当然卡斯这么的坚强 张爱佳的张姐这个角色 好像也是很多人讨论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或者是说 我甚至第一集 他张姐出现的时候 我甚至会觉得 我们是不是人在走到一个什么镜头的时候 我才会看到他还是什么 你知道 我的解读会是这样 对 因为士林在第二集一开始也是这样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 这角色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我人生走到镜头的时候 那种回光返照的时候会看到的一个人 或是说 我人生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 要去跟这个人忏悔 还是必须要得到救赎 还是什么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你一样的角色 其实张姐 因为整个影集其实就是吴岳女 因为我觉得她演这个吴岳女 其实可能大家要全部七集看完之后 再来思考这个问题会比较不干扰 你观影的这个经验 因为我们在写这些故事的时候 其实 其实六集都是吴岳女脑袋里面的东西 是吗 对 所以你看到第七集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所有人物之间的关系 就是士林之于吴岳女到底是什么 就士林扮演那个角色 之于张姐扮演的角色 他们是什么关系 当你知道了 比如说小康哥跟张姐又是什么关系的时候 然后包括其他集数 他们是什么关系之后 你就会恍然大悟了 就觉得说原来是这样 所以其实这六个故事 撇开第七集 因为第七集是真的 就是关于比较我们讲回吴岳女的部分 就是这六集的每一个小故事 其实都是吴岳女脑袋里面的东西 所以其实全部都是有关联的 对 其实它全部是有一些关联的 但是它每一集的故事 其实是一种延伸 就是这样讲的好像很悬 把大家搞成一头雾水 都不想看 当天讲完之后 怎么办 自己想说 怎么办我要怎么要收这条线 对对完蛋 收不回来 你配包一下 好好好 我跟大家讲 因为其实我现在讲 也非常不准 所以我刚刚呈现出一种 瞠目结设 因为我也只看了两集 对 那这两集 我觉得好奇的点在于 因为第二集 就是第一集有出现的角色 在第二集是扮演不一样的角色 对 其实你把它看成是梦 这样会不会简单一点 没有 这是我一开始卡住了一点 我还去问了Catchplay长官说 所以第一集的那个 变第二集的变别的角色 比如说彩师好了 对 他就是演不一样的角色 然后我会突然脑筋转不过来 我想说 这是有关联的还是 没关联的 还是 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然后还是说 他们是活在平行时空里 还是什么状态 可是你刚刚给我一个解答 如果这一切都是梦境 就非常合理 对 因为我们也 因为我们的确是有写说 要描述说 五月女张姐这个角色 她在弥留状态 就是人 其实我们 人难免一死 我们谁也不知道 走向那个方向 最尾巴前面 到底或是走去了那里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就其实我自己 本身我也很抗拒 去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你在往深处想 你会觉得 有一个莫名的压力吧 跟你走 也是会有莫名的恐惧 所以 我们那时候在打造 就是张姐 所处的那个 弥留状态的空间的时候 也是 也是很难 因为 没有人去过 就像张姐自己讲的 她也无法想象 那到底是一个什么 所以我们其实 在拍之前 在聊 在沟通 其实都一直就这一块 一直在聊 后来我们就放弃了 因为真的都没有人去过 也没有 也没 至少 身边没有碰到 有碰过 就是 有人有去过 然后再回来的人 有少数人去过再回来 对 然后会形容一下 那边的状况 可是目前 没有这个资质 我也好想知道 有去过再回来的人 他怎么形容那个状况 可是很多人不是形容说 好像都是一片 光 亮光 什么白色的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没往那边去弄 所以就张姐聊 然后我们就 就开始大家 非常freestyle的 每次发挥他们的想象 然后张姐演技上 用她自己的一种 非常 我觉得很棒很棒的方式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说 我们后来叫那地方 叫樊城 所以我们让那个地方 成为了一个 大家都有一个 一个想法的空间吧 其实她是被组装起来的 并不是某一个人的意志说 她长这样子 因为没有人知道 大家都只敢说 那不如这样 那不如这样 好那A加B加C加D 变成了我们后来 张姐的那个空间 还有人说 那是个面瘫 不是我一直很想知道 她在洗什么来 然后等一下 我从头到头 我好想要放大 就是看想说 她到底在洗什么 就是到底在洗什么来 在大一幕就会看到 不好意思 那个先打断导演 我们等下最后一段 看导演有没有办法 大发慈悲 跟我们讲说 张姐到底在洗什么 好的 恐怕错吧 稍微来 回到这个节目的最后一个阶段 黄西导演 你要不要告诉我们 如果观众在今天晚上 Catchplay Plus 就要播一二集的 这个良辰机 是我们要用什么样 一个角度 还有什么样的观众 最适合来看这个戏 你上一段提到说 六集看完 当然第七集 就是张姐的故事 对 六集看完 可以串成一个故事 我刚突然全身 鸡皮疙瘩 就会觉得说 天哪 那我们后面都可以得到 前面不知道的答案的 人物角色关系 全部都会得到解答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酷 还有听说是可以 真的把它当成 大家来找查 这个影集来看 我觉得非常鼓励 就是说 当然有些观众 不喜欢这样 可是我觉得 如果有柯南精神的朋友 就非常适合 为什么 就是我们希望大家 来帮我们找一些 逻辑上的错误 虽然我们已经 非常非常努力的 在防堵任何的bug 你知道我访问过这么多导演 我从来没有听过 有个导演说 欢迎大家来找我的错误 就是来找我们这个 作品的错误 因为我们在 应该说这一次的影集 很有趣的是 很幸运 不管是幕后的团队 或者是演员团队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 很 很放开的在 在这一个 故事里面 然后 大家也都很 也不能说是玩啦 我觉得说是玩是一种形容词 只是说 大家一直在 很大胆的尝试很多很多东西 那在这过程中 我不敢说 它一定 都 都是完美的 可是 我们还是很欢迎大家来 用 发挥柯南的精神 来帮我们看一看这个东西 因为 因为它里面的确 它不仅是人物有重复 其实 连道具都有重复 可是那重复 不是说我们为了省 省钱啊 或是干嘛 千万不要误会 是有意义的 道具有重复 因为我们整个setting是在 太平市嘛 对 就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地方 嗯 所以 这次很有趣是因为 很 因为我们大部分拍 写实文艺的东西 对 所以这一次我们的 美术团队 美术指导也是 非常用心 因为 美术很强耶 非常强 我非常谢谢他们 因为 这次的美术说了 灯光其实也很强 很强 每个都很强 因为你们太多夜戏了 害我压力很大 你们太多夜戏了 所以那个灯光的 你要营造 你知道灯光可以营造一个 马上那个灯一进来 你可以营造诡诀 你可以营造害怕 你可以营造什么 然后你们都是夜戏 那灯超难打 真的 我们要谢谢我们的 萧鸿毅老师 还有我们的 真的 摄影指导 姚哥 姚鸿毅导演 他太强 画面也超漂亮的 非常漂亮 对 非常感谢 因为就是怎么样在 拍一个很诡诀 然后所谓幽默的东西 然后还要兼顾美感 真的实在是太难为它 我懂 我懂 就是你怎么 用一个文艺枪 来搞笑 我觉得这是我们这次 最大的挑战 了解 对 你要怎么去弄呢 所以我们很多 很多里面东西 你会看到它会 出现在 每一集里面 对 比如说 可以随便先讲一个 对 你随便先讲一个 因为你这样勾起 大家就会想说 我要来找 因为太平 第二集有太平酒厂 对 就太平市有个太平酒厂 然后 它有出一批纪念酒 那概念有点像我们那个金门 有没有 我懂 然后就发配 太平市 那时候我们就想说 所以每个人家家户户 一定都有这个酒 所以你看到第六集的时候 你只要看到有人在喝酒 就是那瓶酒 对 然后第六集 可以稍微讲一下 可以可以 第六集里面呢 段君豪 小豪 他有送他爸爸 请他爸爸喝一个 他珍藏好酒 其实就是第二集 士林 他去偷拿他爸的那一瓶 什么 对 真的假的 对 没错 所以其实不仅是 我们这次不仅是让演员 一人分事多角 这比较可能 我觉得在剧场 大家不会觉得 剧场不会奇怪 可是放在电视剧里面 很奇怪 对 很怪 就是没有 这是一个创举 剧场很 这应该不是创举 这应该是一个大胆 自杀式的创举 这是你说的 那不是我说的 我就是把这个话 讲得非常好听 因为有时候观众 这个是要挑战 因为你知道 剧场的观众 就会很习惯 我们每个人 要分事很多角 可是你这看戏的观众 我觉得大家有时候 可以看这个戏 抱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其实我们小时候 常常会看 透露我的年纪了 糟糕 对 就是 我们小时候看综艺节目 不是都有短剧吗 对 短剧 短剧是不是常常 A就突然跑去演B了 对啊 然后B有跑去演A 然后就只跑来跑去 大家就一个人 就会客串很多个角色 可是大家切换上 都没问题 是是是 对 只是所以 这次就很类似那种感觉 了解 这不是自杀式的行为 你在挑战观众 不一样的视角啊 还有让观众 更多的视觉冲击啊 希望他们 我是不会讲 真的非常感谢 各位 最重要的是 今天晚上 闹钟请挑 好 从今天开始 每个礼拜天的 晚上九点 让大家追剧 追到十一点 大家就可以去睡觉了 明天就可以想一想 跟办公室同事讨论一下 今天两层即时 那个内容到底是怎么样 有可能是你同事有看到 你没看到 就也许就是造成 星期一大家讨论的话题 对 就觉得哪里怪 了解 因为它从头到尾 每一点都很怪 不好意思 就是没有哪里怪 就是都很怪 都很怪 好 今天晚上九点 大家记得要锁定 Catchplay Plus 影音平台 HBO频道 HBO GO频道 同步会上架首播 所以如果说 你家里有哪一个频道 或者你比较习惯 看哪个频道的话 今天晚上 同步会在九点钟 播出 两层即时 今天非常谢谢 谢谢黄西导演